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您特别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翰先生 第二位是媒体人陈金兰小姐 还有一位是钟明晃先生 以及陈敏峰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天的题目叫两个女人的选战 那么民间有一个说法 都很关心昨天的那个拳单会 其实那个关系是在于说 会有这个特殊的惊喜吗 那现在没有的话 民间有一个说法认为2016年的选举 大选就算 五则天坐天 昨天哦 五则天坐天就确定了 应该是 那就是说 昨天就结束了 对明天的说法是说 2016年的大选就等于结束了 因为我昨天跑了 高雄 云林 还有经过嘉义 那么说法大概就是这样 那今年很没意思 赌盘都不用开 所以 有啊 还是会开啊 开几比几是吧 对 会开量多少 没有 我的了解是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主头没有人敢开 对吧 因为怕赔到糟了 没有 他还是会开 到时候应该会开量多少 对啊 因为往年的 总统的赌盘 大概选前半年就开了 可是今年很反常 所以就是很冷 那反而大家都在讨论轮胎这件事情 嗯 为什么 真的 因为那个高速公路哦 因为我们昨天也有经过一段的那个高速公路 其实还有一般的 大家都在想说 大家都会检查链啦 嗯 看来说 第一个 大家感觉 如果我在塞车人觉得太陌 因为我自己没有开车 OK 齁 怎么会有13年的轮胎 因为那个定期要车子要车检嘛 对 应该也会检查轮胎嘛 车检不会检查年份 它只会检查深度 那个横嘛 对 就是现在是 现在规定是1.6mm 对 就是下限 1.6mm你就要换掉 可是通常车检它不会去看轮胎的年份 事实上很多人开车开了一辈子 大概也不会看你车上的轮胎是哪一年制造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对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我们新的泰雅如果买来 那个勾很深嘛 勾很深 对 对 很深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 这通常就是小货车的泰雅 没有到你看看 已经被光头胎了 对 隆重没有泰雲 它在开你看看这多恐怖 所以公路很多就是都这样 对 很容易爆胎 是是 那刚刚年华讲的就是说 这个磕痕要磨磨磨磨到剩1.2mm的时候 1.6mm 现在规定是1.6mm 1.6mm 强制一定要换 1.6mm就0.16公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凹的地方 有一个凸起的点 你看到那个凸起的点 跟你的胎面已经一样高的时候就该换了 是是 我有一次跟朋友坐 朋友开车 在我们大家一起去那个 从台北出发去基隆 要去吃庙口夜市 这要走过高速公路嘛对不对 那中间不晓得经过什么路段 反正我知道是没有 就是感觉上高速公路 大概不到20分钟吧 就我那朋友开车 那我们因为不懂开车 我们不知道 只觉得车子晃了一下 想说是路不平嘛 结果他就有点紧张 他就先讲了一个割弯的字 应该是轮胎没气 发雨时发雨时 看 可是有点紧张 看一下我的轮胎 他就说他没有讲话 他都做好 大家做好 这样子 他们有刹车 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发现 那个车子是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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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刀刀刀刀刀 然后呢 就网路边刀刀了这样子 然后呢 后来发现就是爆胎 破胎 那不错 他那不算爆胎 应该是 没气 叉举 不是爆胎 就是破胎啦 破胎啦 破胎 可是你可以明显的知道 破胎之后 那个车子开的时候就 因為那個整個鋼圈了啦 變成鋼圈 對 鋼圈了 對 可是你看我們滑行多久 嗯 可以感受到那個 好的太陽喔 真的崩潰不會破 還可以用100公里的時速開門 一段時間 好的太陽 真的嗎 現在有一種設計 像雙B的車有些標配 就是它叫做防濕壓連續跑胎 就是你輪胎即使煤氣 只要不是整條爆掉 輪胎即使煤氣它可以繼續行駛 大概差不多100公里左右 對 它的意思 可是那是很貴的胎子 那非常貴 可是我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開車人都知道 因為它有備胎嘛 就是等於說下車來換胎那樣子 它說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如果蹦 絕對第一個不能踩煞車 對 那昨天這個是有踩到煞車對不對 沒有啦 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啦 可是我跟你講 緊急 100個車主 碰到爆胎有99個會踩煞車 自然感應啊 不是你知道那個護欄其實是有一點 滿高的 1.2公尺 對 還滿高的 那怎麼翻過 因為它翻上來的時候4公尺 衝力太大 它還弄到車燈的車燈柱3公尺 它旁邊不是有燈柱嗎 對 因為它從那個痕跡打到燈柱的痕跡是 它跳起來飛4公尺高路 所以它飛出去了 對 跑無線 因為你想想看嘛 你高速公路開再慢 至少90 100 尤其在國道3號後龍那一段 基本上沒什麼車啦 我想開超過 那邊速限是110 你就算好 我是開110好了 都沒超速 你瞬間爆胎 因為它我在猜 它應該是有踩煞車 踩煞車之後 因為你知道嗎 車子有抓地力 有煞車可以煞的 就是靠四個輪胎 跟地面的摩擦 那你當一個輪胎爆掉的時候 就是說它是靠它的鋼圈跟地面接觸 鋼圈是金屬的 金屬是沒有摩擦力的 你一踩 假設你是抱右前輪 你一踩煞車 重踩煞車的時候 它右前輪 你的車子會整個往右前輪傾斜 那傾斜之後 你的車尾就會甩出去 那個力量非常大 因為那麼大的一個衝擊 它搞不好以為是壓到什麼 對 換哥講的是最正常最合理的 因為我們有開車的人 都會知道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第一個 剛剛美人姐講 真的爆胎的時候 你不要去踩 我也遇過在路上的時候 四道釘子 那開啟 開啟沒風 它不是直接爆掉 你感覺了不對了 啵啵啵啵 那你就趕快慢慢的網路線去靠 那今天我們講的這個case 真的是 真的是 很不幸啦 因為第一個 它的輪胎的年份太久 太老了 它已經變成剛剛我們看那種光頭胎了 雖然它的年份13年 我不知道它哪一年裝上去的 就是說它那個年份底下 可是如果你變成光頭胎的話 你這種車子是不可能有的 有些車主它可能很少開車 它可能一個月開一次 然後可能就開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所以它的輪胎即使裝了13年 可是胎文還非常深 去驗車都會過 所以這台車上會上高速公路 是五個多久以前 我很好奇 因為這個都要解答 因為很多人 其實你說它的輪胎包 都每個人都知道嗎 其實女生開車很可怕 我就是都不知道的人 可是你去保養它幫你看 我也不知道我是經歷 剛好經歷過 我才知道說 我剛才經歷了這麼危險的事情 我是開路上 然後我覺得說 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我覺得說 可能是路不平吧 還是怎樣 結果後面有一摸車來 哭哭哭 小姐 沒風啊 你那台 沒風 對 我才知道我才嚇到 那輪胎還好 輪胎壞了 沒有 輪胎還沒壞 它已經開始摸下去了 然後我才知道說 趕快去找那個 那你可能發風 發風啦 快就發現一根釘子那麼大 有一次也是在高速公路 那個苗栗的大轉為人地方 也是突然爆胎 對 突然爆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次就知道是爆胎 因為很大聲 會蹦的一聲 聲音滿大的 我就慢慢靠一靠 靠旁邊 還好你沒有踩煞車 要不然我們現在才看不到你 對 有可能 可是那個 停的地方 倒轉完 好可怕喔 我們全家 當時跟前夫還帶小孩 我們去宜蘭 宜蘭要往高速公路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條路 是會往高速公路走的 就對了 前面有一台車呢 它的輪子明顯的是 比較 一點點下去 一點點的 然後我的前夫就說 這個上高速公路 一定會有危險 那趕快告訴他 有機會就跟他講 我就說好 那我說那你往前 開到他旁邊嗎 他說 我說好 那我們一定要告訴他 我們就往前開 看他旁邊 一直給他冰這樣子 就是戰衣衣衣 這麼巧 這麼巧 她老公開 她老公開 她不知道嗎 我說蛤 是你 我跟你講你輪子有問題 所以她後來感謝我們 她身上也帶小孩 我們現在的法規是規定 去年十一月以後 出廠的新車 強制要裝胎壓偵測器 那去年十一月以前 出廠的是沒有裝 沒有強制 可是真的不貴 三千塊 花個三千塊去裝一下 可是年後 它是前兩輪是2012年的 它後兩輪是2002年 所以它知道它的 我們換輪胎 通通那兩個要一起換 因為前面如果換 有些人為了省錢 對 然後它那後兩輪 應該看起來還可以 所以它後兩人沒有換 但那個差距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還有就是會不會 你去人家換那個二手胎 類似這樣子 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 對 因為這個狀況 那前面兩個輪胎 是曾經換過 2012年 他後來看到前面兩個輪胎 是2012年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猜 因為我們沒有拿到 真實的數據 就是說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開車 跟那個輪胎好壞 也差很多 對 因為我 貴的好貴 我跟李楊去過新疆 新疆因為都是很長的公路 你知道 都是大貨車 你知道嗎 沿途都在看什麼 你知道嗎 輪胎皮啊 對啊 沿途路上 那個包包路上 那個都是很細細 不是抱著 就是一片片皮而已 再生胎 一段 就是沿途就是 我說 怎麼有這種東西啊 他說那就是 它不是一體成型啊 不是 那個叫再生胎 台灣也有說 對 就是複製的胎 就是複製的胎 但是它把人家用過的胎 不要的 然後燒成橡膠 不是 沒有沒有 它把那種別人的東西 再黏上去 然後再把那個花紋 重新再刻上去 對 對 那個是黏上去 所以它才會掉下來 那個一定會爆 但是那個很便宜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在新疆那個 昭川皮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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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川沙 沒錯 爆是什麼 吃西瓜 對不對 爆著火爐 吃西瓜 那個溫差很大 我國有這種地方啊 沒有啦 新疆啦 什麼 我國 貴國 貴國 哇 這樣就接不住 沒有 所以說 那個公路上面啊 很多這種胎 那之下其實差很多 其實台灣早期也有 現在沒有 對啦 大車比較貴 因為大車的輪胎很貴 對 它磨損很寬 所以很多人就是省錢 冒那個險很危險 所以真的 因為現在 你現在沿路到輪胎平 你看看 現在很多人在開車 真的 在新疆真的沿... 可能我那時候去個早 現在可能也好一點 那個時候是2009年的時候 而且我們車子開到一半 就不能開了 為什麼 不開了 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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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過高 它會把輪胎... 不是 水溫過高 對 它水溫... 散熱不夠 對 水溫太高 大家說什麼 50幾啊 50幾啊 50幾的話 哇 水溫可能會飆到120 130 去那個高昌古國的時候啊 然後就真的 那個要進去那個地區參觀了 就是以前那個山葬... 唐山葬在那邊 玄葬在那邊獎金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太偉大了 因為我們坐驢車進去的呀 然後呢 進去的時候還好 因為那個驢車是在 有陰涼的地方停 然後我們上車 然後他就在那邊等我們 參觀完之後呢 我又再坐驢車回來 那那個驢車呢 就是真的是驢車 前面有驢在拉 然後就是一個板子這樣子 然後有鐵桿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遮的那樣 結果呢 就想驢車來趕快上車 一手就抓住那個鐵桿 那鐵桿就燙手了 那個溫度對輪胎的影響 我覺得應該是很大的 不然它不會沿途 都是那樣的那個胎平 中央氣氧局終於預報囉 全國最高溫 57度 再高昌古國 可是那個水溫50度 開箱就會爆炸的 不是水溫 它是大空溫度就50度了 那個那個 不過我還是覺得這個圖 要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認識輪胎的製造日期 這裡有一個叫DOT的 DOT之後 DOT是美國交通部的縮學 DOT的交通部 厲害 美國交通部認證的標準 我怎麼教你的你都記起來了 對 好 後面這裡有四個數字 對 1 2 1 2 那後面就代表2012 前面代表週數 第12週 今年第12 2012年第12週生產的輪胎 就是差不多3月 所以 我知道很多 不會去看輪胎的人 或者是很多女生 就叫他幫我換胎 對 結果他把過去 很久 對 沒有賣掉的把你裝上去 可是女生根本不知道 可是他沒有用過不行嗎 不行 因為輪胎有保存期限 硬化 就像你的鞋子買了 沒穿它會老化 沒有 輪胎是橡膠做的 橡膠怕什麼 橡膠怕熱 你真的長期在高熱的溫度下 其實它會變得脆脆的 然後那個彈性會沒有 然後很多人裝輪胎 所以這樣就是看胎 你還要看生產日期 那很多人買輪胎 一定會跟老闆講說 欸 給我最新的 其實錯了 輪胎不是剛生產出來最好 只有年份的 因為輪胎它是很多橡膠的 透過化學都能產生的 那它做好之後 它裡面的一些化學物質 它需要一段時間穩定的反應 所以要叫長幾年 呃 大概半年 半年後的 剛剛它醒啦 這紅酒要醒 工廠出生產線到裝到你車上 大概半年左右的輪胎是最好的 我覺得你會講這個很好 這台這個Free Car嘛 Free Car 它總共擠幾個人 7個人 7個人 吃頂面有比較大塊的人 平均有80公斤 7個多少錢 多少重 500多 560公斤 560公斤 可是有些要載東西啊 對 有可能有載東西 為什麼這個也很重要喔 輪胎的載重 輪胎的載重 它也有號碼喔 如果88 最大的載重就是560公斤 對 這一個人不知道吧 不知道 對不對 你可能載很多東西啊 你一車560公斤很難耶 去哪裡找 沒有它連車重啊 車重啊 你車重就一頓多啦 沒有啦 車重沒有啦 因為最大載重 沒有最大載重是連車重 應該是連車重 才560公斤 一個輪子 它是一個輪子560公斤 一個輪子560公斤 對對對 所以四個輪子就兩噸多 兩千兩百多 對 對我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其實都忽略這個 因為輪胎上面很多標示 沒怎麼載那麼重啊 除了鴻瑜 你剛剛說那個載重 通常我們後面會看到一個 譬如說 譬如說你講那個88 現在一般大概都差不多92 譬如說後面有一個W 或是有些寫Y 後面那個英文字母代表它的最高速線 嗯 就是你看到很多那種很高級的跑車 它的後面的最高速線 英文字母 Y就是每小時300公里的極速 對 就是它的最高速線是300 那W W是270 W應該是270 對 V是240 對 H是210 米鳳妳的輪子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一般女生 我們一般女生 真的就是去車上換啊 真的不知道 對啊 我那一次在苗栗那個道轉彎的地方 好恐怖喔 因為我是剛好在轉彎處啊 那個每個人都是看到我就緊急煞車那樣子 後來有一個人停下來終於借我那個三角追 否則我真的是不想要 你車上沒有嗎 沒有 因為很久了 因為很久了 其實它可能藏在下面 你那個車款 我等一下去把它蓋一下 應該有啦 原廠的啦 它壓在你的後車廂下面 沒有啦 看不下去 而且三角追 三角追 借我 我說那我怎麼還你 不用還了 那個很便宜啊 你怎麼在車子裡 我覺得就是那次 就是包括 後來拖去那個苗栗的 會不會是某個政黨用的 不會 苗栗啦 我不曉得 後來拖去那個修車廠 他就說一個大釘子在那裡 公司公務員那麼大釘子在那裡 你有可能次到才上去喔 對啊 就是次到才那個 你有可能 你已經在屏路 已經插進去 對阿 次到 你怎麼開去 其實這一次 我覺得這個重大的傷亡 真的是那個輪胎引起的 對 所以你看輪胎多重要就好 黃毅哥我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老婆忙著問我說 我們的輪胎用多久了 我相信觀眾朋友都會很注意這個事情 那開車什麼都可以省 就是輪胎真的不要省 你車子如果說哪裡壞了 你開不動而已 那你要上高速公路的話 你要注意 那這個case就是 那個學生的家長自己去借那個車 他的車到底輪胎多久沒換 他自己應該知道啦 我們在這邊就是判斷怎麼樣 他自己應該知道 那觀眾朋友也是要說 他小孩有沒有在那個車上 有啊 他不是害到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去苛者 可是他的前人是2012年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要跟大家講這個事情 我為什麼特別要補充這一段 就是 我上禮拜才剛去建立所驗車 我一向都自己去驗車 我買新車前年也是不用驗車 對啊 我那天開車五年 結果女兒出生到現在 那我一向都自己去驗車 有的人會怕 我現在就跟觀眾朋友 我特別要講這個事情 也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再發言 所以驗車其實很方便很快 很多的觀眾朋友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80%的人 對 你都不驗車的 我知道 五年到了以後 你這到車場去 你給他500塊 黃哥現在講這個 但他怎麼驗的 那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case是 他就只有兩個輪胎是ok的 後面兩個不是 去驗車的時候他就 因為你去驗車的時候 有一關 剛剛黃哥在講 他會去測那個輪胎的摩擦力 夠不夠 前輪後輪都要定位 卡住 然後他就請你按煞車 他就開始去磨 磨到那個摩擦係數 夠了才過關 如果不夠 那這個輪胎 2002年這個 如果現在去驗 因為五年以上就要驗嘛 會過 我有點懷疑 對 理論上應該是過不了 所以搞不好那個驗車 也有責任喔 所以我就說大家不要這樣子啦 就是不要再 輪胎不行了 你就真的把它換掉 可是自己去驗不是要排很久 不會 完全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 因為大家都怕驗不過 而且因為現在 建理所 有委託民間驗車 所以現在很方便 對 現在真的很方便 其實那個幫你驗車的人 他會幫你弄 就是說你自己開去的時候 那個驗車 我開去驗車 是在八德路 完全沒有人 你說你要怎樣弄弄弄弄弄弄 代客驗車那邊一整排 但是自行驗車 一台車都沒有 那你過去就ok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安全最重要啦 如果說你有這個問題 那像我也跟鳳姐一樣 我上個月輪胎刺到釘子以後 就去換輪胎 可是他一次啊 他就建議你兩個輪胎都換 因為你會不一樣嘛 那我那時候我太太覺得說 那左邊那個輪胎好像還可以用 已經快要接近剛剛講的那個 1.6的 係數的那個極限 可是還沒到啊 我就說沒關係啦 一起換 可是我跟你講 那現在發生的時候這樣是對的 法規規定是1.6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大概剩下3mm左右就要換掉了 因為你沒有錯 可是你如果下大雨的時候 尤其像這幾天那種 午後瞬間雷震雨 你輪胎的胎 胎紋不夠深的時候 你遇到積水路面很容易就失控 所以大概真的 大概剩3mm左右就把它換掉 不要省那個錢 你看齁 我們台灣慢慢現在有人在塞車 我們在那個屏東大噴外 有一個塞車廠 F4 那因為那速度很快 我聽那個在那裡塞車說 他們這樣走一天 要換掉 就整個 早一天而已 泰亞4點鐘 對啊 因為它的速度還要 泰亞多好呢 4點就10萬 差不多了 4點10萬 1萬 1點就2萬5萬了 所以你看他們多重視安全 洪英哥我再補充一句 洪英哥講這個重點 他們玩車的人 注重安全 他玩了一整天 跑完換掉了對不對 輪胎丟掉了嗎 沒有 賣給你 被買走了 還有一種 我也跟大家講 就是有一種 去做拖鞋喔 不是 就是別人換手啦 真的會有人換 你去落地胎 那個叫落地胎 不是剛才那個叫做什麼 財神 財神 財神那個是很爛的 那個真的不要用 但落地胎就是說 他們剛才講這個胎ok的 有一些胎齁 他就是我買原廠的車來 可是有的人喜歡換寬一點的輪胎 所以我一拿到新車 我四個輪胎全部換掉 我要換我更 輪框都換齁 但是那個輪胎就拿去二手三手 反正總之大家還是安全地 那是ok 因為那個等於是全新輪胎 對 但是你就會難保去遇到那種 他已經其實開了半年了 可是看起來輪胎紋還不是很那個 那他也會用再更提一點這樣 現在我們不要說賽車啦 這台車要一台多少 幾千塊 看你幾吋的啊 幾千塊而已 一般來講 Free Car Free Car應該是15吋 不是6000 8000嗎 沒有沒有 15吋的輪胎 你就能換到最頂級的 大概一條4000塊油罩 4000塊啊 差不多4000 最頂級的 給你說 1萬64個輪胎都換掉 對 真的 那你這樣幾條 幾個小孩的名字 通常我自己開車的習慣 我一次都換4條 那沒人 我說 實在說普通人 一般我相信 高雄的人 大概都沒有去注意 對 就車子 車子還好 而且很多人也不會去砍台 這兩天的輪胎行 所以很好 行李會比較好 拜託大家 不要說都要有人被人生生命 我們再來注意安全 對不對 高速公路爆胎 不過我看國民黨全代會 倒沒有爆胎 暴衝 沒有啦 也沒有爆胎 一次鼓掌通過 很平靜 因為他們引擎都拆掉了 引擎拆掉了 所以 怎麼爆胎 不用 沒有開 靠拉交通 可是第一排的人 臉色很難看 第一排有誰 有 我們只看到吳敦益 王敬平 吳伯雄 對 小外操 小外操 大咖的都做第一排 我覺得那種氣氛 真的不好到一種程度 沒有 吳敦益是在台下想說 應該是林北在上頭 怎麼會換你 你看你嘴氣好像你的 他就嘴巴彎彎彎 還是要一直講 我老人說 本來應該是我上去的 對啊 然後他跟王敬平講說 我同你講 為什麼下面第一排水都操走 因為台上台下 他很多台上叫 當權台下就是過氣啊 那一排看起來就是過氣 你看照片一照起來 哇 都是過氣 那就很難看 過氣 你說蕭岸長喔 通通在地下都過氣啊 吳伯雄 黃金平 吳敦益 其實那一排也沒有真的過氣啊 比如說 王金平旁邊是吳伯雄 吳伯雄旁邊是連戰嘛 連戰旁邊就是馬英九啦 馬英九旁邊就是洪秀柱嘛 洪秀柱旁邊是那個 朱立倫 朱立倫是那個 那都當權啊 毛治國 朱立倫好可怕 我竟然都背起來一排 然後就說 這個整個看起來 就是上台要鼓掌的時候 每個人都異性藍山 然後要起立還是不起立 我覺得跟以前那種氣氛 就差很多 你知道嗎 然後包括那個誰啊 馬英九也是一副 就這樣喔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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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吳敦益跟那個誰 連戰 連戰根本就是鴨跟大爺 坐在那裡 看了一二三四五 然後才開始拍這樣子 黃金平為什麼會去 黃金平慢慢拍 黃金平慢慢拍 對 我在 我覺得照起來 我覺得 我心裡面猜啦 我說欸 沒人啊 那輪到你算 黃金平為什麼我最後會去 黃金平還在等啊 他在等部分區 沒有啦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還在等 我們就等一下好不好 就一下軟掉 他應該不會了 因為當一個楊順利 我有什麼意義呢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因為我昨天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關心這個事情 因為還好有一些媒體有直播嘛 在車上嘛 他那個畫面會晃有沒有 我就 乾脆齁就打開 就用聽的好了 聽 剛好就是聽到 紅秀柱演講的那一段啊 我越聽越有一種懷舊的氣氛 打共匪是不是 要反光到 非常懷舊的氣氛 你真的如果我們剛來台灣 會覺得 哇 尤其是 小時候在台灣長大過 四海同心 團結大會 然後 對方是不知道反省的 台灣面臨現在這麼多的一個問題 感覺好像 他們是剛剛 都還沒有執政 之前是別人在執政 你知道嗎 這些話聽到最後 馬英九會不會很難受啊 而且要翻轉台灣 問題是 而且他講說 他講說民進黨那個時候 把台灣弄壞 可是後面給你 七年多 啊 頻度差距拉大 是 民不聊生 不是 他如果是接民進黨的 我覺得還合理 他是接他自己國民黨耶 最好笑的是馬英九先上去講話 他講說過去八年 我們沒有對不起台灣 然後換洪秀柱上去講 跟你講說 你對不起台灣 對面臨世界 全球化的競爭 貧富差距變大 那個分配不正義 他全部 洪秀柱前面講的 點錯台灣的問題 都是事實 可是他全部都在講 現在的執政的馬英九 他好像忘記現在是國民黨的執政 我覺得洪秀柱的演講稿 真的是很空洞 你反倒是 朱立倫 朱立倫講的比較好 朱立倫的演講稿真的講的 就是比較平時 平時 而且是照顧全方面 然後那個洪秀柱的演講 這就很像在罵共匪啊 罵共匪 只是跟那個共匪的名字 就換成民進黨一樣 民匪 對啊 什麼沒有知道反省 不能讓他怎麼班師回朝 那什麼運用民粹操縱選票 好像一二九的失敗 我覺得他還是真的是訓練得很好 因為他是完全沒看稿耶 沒有 他是有讀稿機 他有讀稿機 他有讀稿機 所以你剛剛講的 他比較像剪接了 那七年剪接掉了 他好像直接貼到民進黨執政 然後那個過程當中 他又把自己跟他 像2008年要選啊 就前面八年被民黨耽誤 不是嘛 他至少也要 他一個邏輯應該是說 國民黨這七年來 帶領國家是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也都走過來 我們也就是說走得還好 他可以自己講嘛 反正他講怎樣 我們可以再做得更好 對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一定這個路線不能斷 所以你就立人強施嘛 就立人把他的講稿給他就好了啦 因為他整個我覺得在底下 聽得很尷尬 應該叫做馬英九啊 因為這只是說起來 然後你知道 我說很懷疑就是說 這種語氣我自從 高中畢業之後我就沒有聽過了 你是說那種制式的演講考 我們要怎樣 人家總是要比那種制式的演講 那個語氣 然後那個說話的方式 那是我從小習慣聽到的 長官的 學校的那個演講不在 對 訓導主任 對 訓導主任講考的方式 沒錯 而且這麼的清楚 自證腔圓 然後呢 這個 然後我剛剛代議 中氣十足 慷慨之養 我覺得每人應該這樣講 我是用懷舊的心情在看這個演講 聽完他的演講 你是感動呢 是有期待呢 還是有什麼感受 我是覺得我很想去抱架 沒有 我是 我覺得你總統候選人 你怎麼會講這樣呢 講到沒有錯的氣氛 慷慨這樣 可是你講到會人家生氣 你不要生氣 因為我告訴你 你用懷舊的氣氛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 沒有 就是他沒有在這個時代 其實我是一直笑 就是他最困難的地方 他的邏輯沒有在這個時代 我邊看電視邊笑 沒有 我是這樣講 也是因為我昨天是一直這樣聽的 我是邊看電視邊笑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一個你想想看 以前在立法院25年教育委員會的立委 會去三母語認證的預算 他認為說這個是浪費錢 是意識形態 他接受教育月刊專訪的時候說 鄉土語言教學增加學生的負擔 然後昨天竟然為了選總統 用台義在台上講話 然後更好笑的是 他不是演出了那個 美麗島那首歌的歌詞嗎 那個胡德富先生有唱過 很好聽的一首歌 他不知道以前那首歌 就在他當立委的時候 是被國民黨禁唱的 為什麼禁唱 因為沒有鼓吹中國情懷 沒有鼓吹大中國的思想 因為那個講的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嶼 所以你會 我聽一聽我是覺得 真的蠻虛偽跟蠻偽善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為了去拉攏 跟台灣這塊土地選民的感情 你可以去講那個 你以前最看不起的那個語言 認為是浪費時間 認為是意識形態 認為是增加學生負擔的語言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不必從這個角度去看 要從比較同情的角度 你要他怎麼辦 不是他本來就出身那個情況的 不是他能講什麼 我們任何人換他的位置 能講什麼 你不要說台語啊 就說你自己就好啦 不是他本來就是 在台語的環境也有長大 對啊 就他在越美 他在那個 那他為什麼會覺得 母語認證的預算 不應該編 那他的爸爸也被國民黨 做某種程度的處理 那他在身上 你說扭曲 我覺得就是一種 扭曲像畫畫一樣的扭曲 我覺得用一種心情去看著說 我們如果是他 我們也說不出什麼東西來 那就是這個董事 不然他要能夠怎樣 大明大放嗎 他不就是因為 他如果說 全程就堅持做他自己的紅袖柱 就是原來那個六月份 過房專民調那個紅袖柱 我覺得我反而比較肯定 那就是一種同表 也不一定要講一種同表 你說OK這個我不要講 你不要改變嘛 對不對 你何須改變呢 他都沒有變啊 對啊 他沒有變 真的我告訴你 脈絡是這樣 他只講九二共識 他沒有講一種各表 我跟你講九二共識是大陸人講的 一種各表才有台灣會講 因為九二共識在行程之前 海協會就說 我們對於一個中國內 不要有明確的表述 但是我們堅持一定要明確的表述 所以才會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你看他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只有前面四個字 他根本沒有後面一中各表 所以說他還是在一中同表 你說美麗島這首歌 美麗島這首歌 當然名字叫做美麗島 但是我告訴你 美麗島這首歌 因為包括他的作者 作者是李雙哲 他同時做一個少年中國 其實他是一個所謂的同左派 他基本上還是統的概念 他是左派 你看胡德夫 或是民黨裡頭唱這首歌的人 都是統派的人 那不是說這個 因為名字叫美麗島 然後所以就他 因為他有一些源頭 你可以仔細觀察 像民黨內 早期的時候 會有人唱這首歌 因為民黨組成的時候 是統獨在一起 是反國民黨 但是有一部分民進黨 比較多的人 他是不會碰這首歌的 包括這個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很少 聽到民黨在唱這首歌 所以你從頭到尾 看他的脈絡 第一個他沒有調整 第二個他還是那種 我覺得他就在隱藏說 很多現在年輕人 也不曉得這首歌的來源 甚至於很多中年人 可能也沒有清楚說 那首歌是怎麼樣來源 可是你整個背景 這樣脈絡 尋下去的話 他整個演講稿 就告訴你 他不折不扣 就是一個統派 民進黨的人 說說獨派比較喜歡唱的是 Horobosa Name la Name la Name la 對不對 我覺得 他這樣講你們也不滿意 統派的也不滿意 對 不夠統 這間中文時報社論 放棄非典型作戰 洪秀柱勝算已失 我把幾個重點念給大家聽 他是很兇喔 想創造和平 就必須簽兩岸和平協定 想要簽和平協定 必然要一中同表 但是洪秀柱你都不講了 國民黨把九二共識 載化為一中各表 載化喔 要求洪秀柱回到一中各表 但國民黨並不理解 北京不僅從未接受一中各表 你為什麼拿新華社的報紙來 還是玩邱日報是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 他只講九二共識 他誤會大了 他根本沒有講一中各表 而且國民黨政章是通過八個字 然後他只有講四個字 所以中國時報真的是誤會了 他說說 近日 北京不僅從未接受一中各表 近日大陸指標媒體已將一中各表 視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毒藥 他的功能性任務 早在去年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就結束了 國民黨其實早已認為洪秀柱毫無迎面 只希望洪秀柱不要拖累了立委選情 他說如今舉起洪秀柱雙手的天王們 打消他原來道路理念 道路就是一中同表 還有簽和平協議 還有中華民國不存在 拉他進入已知必敗各懷鬼胎的遊戲思維 他說期待洪秀柱能夠繼續大聲暢談 深化九二共識 一中同表以簽署和平協定 你這樣子才有可能對台灣做出一些啟發性的貢獻 這是社論嗎 這是社論嗎 這是社論 中國是目前的社論 他前一陣子都非常支持 洪秀柱你真是委屈了 你這樣做他們也不喜歡 你這樣做中國時報也不贊成 他本來是非常支持的 一路掌一中同表都是支持 用社論一路支持 那現在不講他才開始批判的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新百貨 新百貨 真是新百貨 新百貨 新百貨 新聞 八貨 維翰 好像是 他提名之後就能做民調了嗎 昨天有民調 昨天有民調嗎 跟聖楚瑜兩個都21吧 21嗎 一個是1.7 一個是1.6 對 兩個都21 那小英好像50.7 宋楚瑜21.7 宋秀珠21.6 加起來是43.3 比蔡英文少0.1 加起來兩個還輸 還輸蔡英文 照你講應該是 那些什麼通過了之後 然後有演說應該會聲勢拉起來 每一個民調的激共消息是會有的 那這份民調是可能是 就是比較 跟國民黨選民可能 理論比較不一樣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的民調也不能說不準 我覺得最後宋楚瑜 或者是洪救助能夠出來拿到的票 就是似乘其跳也差不多啦 只是說他 他不太可能變成是 正好兩邊都更拿20 應該到最後會有一個氣爆 那以前的全台會不是應該是正副總統 一起提名嗎 因為今年找不到副手啊 過去明恩姐講得很專業喔 過去年一次都是因為 總統確定之後你看你是不是那時候 然後就 蕭蕭你出來啦出山有沒有 那博物獎要去吃嗎 對 奈蒼生河 那就一起出來了嘛 總統候選人確定之後 而且一直找不到那個計程車司機 好沒事 好 然後吳敦翼也是啊 吳敦翼也是那個時候也是一起 因為剛剛那個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這樣喔 我真的還沒找到副手 剛剛那個鳳姐 非常清楚把昨天的座位表給記起來對不對 對 可是其實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才是昨天真正的座位表 好 在昨天的整個過程當中 攝影師不知道可不可以拍得到 第一排在哪裡 他是用第一排就是全隨便 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誰 紅袖柱 就是紅袖柱 我不會動喔 攝影師可以把他放進去 本來應該坐在旁邊的 你看喔喔 這個圖早上文全會一給我們的時候 我一看我馬上就 在記者訊息一下 這怎麼會對 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怎麼可能會坐在這裡 一定是坐在主席分 有沒有 一隻十一紅袖柱 好那我們攝影師我們可以往左 慢慢配一下 你看 一隻八是王金平 王金平比他還要中間喔 然後毛智博 吳獨立 馬鷹九 朱立倫 聯戰 然後這個是 柏熊 郝龍斌 紅銘會 好 最後呢 郝龍斌被跟紅袖柱調換位置 郝龍斌被來坐在這邊 兩個副主席左右隔一腳 然後王金平呢 也被 王金平被調到郝龍斌這個位置 欸 郝龍斌的後面是郝柏村耶 爸爸就看給我爸爸 所以 這個是本來全單位那個安排的位置 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居然是坐在最北邊 而且 他被排1-10 你看1-1是朱立倫 1-2是馬鷹九 1-3是聯戰 論字排輩啦 是用國民黨的 所以 他是第一排最小咖的啦 比那個黃銘會跟郝龍斌還小 還小咖 可是後來有人發現說不對 今天這是他的長命耶 要提名他 所以到了下午的時候緊急 有人發現不對 把他拉到朱立倫跟那個 馬鷹九中間 馬鷹九中間 那反而變成王金平在旁邊 可是這是黨排的啊 對啊 不是 有人發現不對 那是朱立倫看過啊 那沒關係他都推給那個新管會 新管會亂來就好啦 所以最後 所以 因為早上去大家也都發現 他貼的那個紙是這樣 那 我也跟大家報告 剛剛沒人在講 過去的全代會 一定就是兩個一起 總統副總統 而且呢 那個要提名總統的人 就是主角嘛 一定就是 但是全部都是重心拱月嘛 那以前是因為馬鷹九唄 但是呢 因為昨天本來安排 洪秀柱真的看起來不像主角 是這樣 是會翻盤是不是 難怪洪秀柱說 他不信任黨中央 然後第二個 最後他就調過來以後 王金平就尷尬了 王金平坐在旁邊啊 當洪秀柱那個案一講 然後朱立倫宣布以後 洪秀柱就站起來 跟大家比勝利 然後朱立倫就加碼 請大家給我們朱立倫 洪秀柱同志鼓掌好不好 然後他鼓掌對不對 那王金平也知道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挖 他就鼓掌 那王金平鼓掌是江鼓掌 還有鼓掌 能不鼓掌嗎那個時候 然後 有一個很尷尬的 就是王金平的後面 正後方 右邊的那個姚江林 他第一個站起來 全部站起來 叫所有黨代表 一千多個全部站起來 許利鼓掌 然後王金平被迫也要站起來 所以有暗裝 所以王金平昨天那個場面是 有一點點 我相信他會失落 我看他那個樣子 要結束之後大家還問他說 那你現在到底還是不是 會不分區的立委 他說不要問我 我還被問到快翻臉 那也是黨的安排 十七拳就是 你在等人家安排 八年前十七拳的時候 你說他被迫出席嗎 他一定要出席 他現在是從 因為 他被迫鼓掌嗎 因為他自己要做是這樣 對他自己要選後站起來嗎 他描述是這樣 所以張碩文講的 愛在心裡口難開 不是 路理一段去了 張碩文講的沒有錯啦 他是 他是個安 張碩文講的沒有錯 我就知道會有人切 我說愛在心裡口難開 張碩文講的沒有錯 王金平基本上是不會想去的 除非 這一場他也是主角 有喔 他有可能是主角喔 十七拳的時候 我一個場景 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十七拳的時候 是提名馬英九當總統 那時候馬英九上來非常風光 他更像萬長 可是第二個重點就是 要選立委嘛 那立委要提名誰 他立刻就授旗給 立法院的院長王金平 請他當部分區的立委 帶領所有的國民黨立委往前衝嘛 所以王金平就 接下旗子 然後搖這個旗子 我要帶領所有的國民黨立委 他也是個頭 那他就覺得 那場面也有我的 可是昨天 你看最後上台 所有提名的這七十幾個 區域的立委 對現在只有六十幾個 這些立委上來 然後朱六倫也在 王金平沒有被叫上台嘛 對啊 他剛也沒關黑嘛 團結啊 怎麼會沒關黑 他就在下面 隨時只要有鏡頭拍過來 王金平台是最關鍵的 團結的關鍵人物啊 很難 他上去對不對 就代表團結啦 因為我覺得 可是沒有請他上去啊 昨天是有安排好的 因為你就是把 應該是說 包括吳敦義這些人都要上去 那吳敦義如果上去的話 王金平就沒有理由不得不上去 可是那時候就是很尷尬 因為王金平跟洪秀柱鬧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昨天 只有馬跟朱還有洪秀柱在上面 是對王金平的一種尊重啊 不會讓他那麼尷尬 對 對 大家都不上去是講好的 對 講好的 就是說不要讓王金平 因為你如果 如果吳敦義也上去 連戰也上去 吳伯兄也上去 第一排就剩王金平一個人坐在那邊 可是那就顯示他不過氣啊 上面的人才是當全派 下面一看老老的鏡頭一照去 你就覺得他是過氣啊 對啦 沒差啦 明年1月16全部都過氣啦 沒差那半年啦 當團結呢 就是黨內要余智 洪秀哥你記不記得有一個廣告 阿扁要選前2000年的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有一波廣告 就是有黃信介、施明德、許信良 大家抱在一起還有陳菊 對 那個廣告感動人 對 不管黨內有什麼競爭 就是他們那個美意島世代 美意島世代的人 現在為了要政黨輪替 大家是一條心的 那個是有感動的喔 國民黨雖然現在是弱勢 九合一已經輸成這樣了 可是至少你現在還叫得出 至少你還安排在第一排嘛 這些人照理講應該都要上去啦 可是為了沒沒搞搞的原因 或許覺得連戰力也沒搞啊 無不少腳要不方便 乾脆都不要上來 那你這樣子說實在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需要時間 你現在就叫這些人 馬上上去挺紅六柱 我覺得那反而是一種 讓人家覺得很假 然後根本很虛假的事情 那你氣氛多 虛假什麼 不然喊團結是什麼喊的 沒有 你團結 我跟你講團結 你怎麼要把樣子 你連假都不會 你怎麼做真啊 我覺得就是說 你至少這半年 你氣氛要營造到位 否則你說那個什麼 陳去別陳菊這個抱一起 如果這個時候抱 跟那個選前 大家把7分鐘撲拍好 真的抱在一起的時候 那才叫真的團結 你這心情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抱啦 我是不是那時候 只會爆炸的抱而已 而且你 我跟他的爆炸 你會被罵到臭頭 說你完全沒有隔掉 你之前那邊真的 無難 對 無難到家 那個時空無法複製啦 因為2000年那個時候 因為性該先往生了嘛 所以那個 他的那個形象 一出來會感動人嘛 因為狼督造嘛 有時候都會講說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這是一個 對台灣最好的安排喔 這個黨變成這樣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國民黨該輸 那也就是他該輸啊 因為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有選擇嘛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 我昨天在現場看到的 可能洪一哥你也不會相信 洪秀卓跟王景敏 昨天這樣了三個小時 沒有講話 沒有講話 沒有碰到一下 沒有講話 也沒有握手 沒有 連握手都沒有啊 我call了所有 你不然要叫我去 很好講 我這樣很會再給他 很會就改啦 唯一我就是為難整個立法院 不要再來抓他當主任委員了 我不可能 你去選總統 我還幫你俯選 立法院叫怎麼辦 我已經說了很壞的 昨天那個現場 其實也就在隔壁兩個位置而已 位置都安排了 就在同一排 洪秀卓被提名 洪秀卓宣誓完 趙注完走下來 遇到朱瑞倫 遇到馬英九 遇到聯戰 都有握手 唯獨兩個人 就是洪秀柱跟王金平 昨天一整天既沒講話 也沒握手 也沒四目交接 全部都沒有 他們兩個不好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洪秀柱 只會爆而已 不會那個人 我覺得洪秀柱這樣做不對耶 還應該過去啦 對 他一整排一整排 昨天只有那個佩芬姐 這個老國民黨員他有注意到 他就說洪秀柱昨天很沒禮貌 因為照理說我們一排人 坐在這邊對不對 因為假設說我是主角 我要上台致詞 照國民黨的遺節 一定是從最便便 一個一個握手 至少第一排的每個要握個手 而且你是要選舉而已 對 結果洪秀柱只有跟旁邊的人握手 然後就上去了 跟豬跟馬力 然後連老國民黨員 他都很沒禮貌 這個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今天就已經知道王金平 本來要選總統 後來沒了 一不容辭以後 整個民調也掉下來 然後呢 不分區立委 現在看起來 朱立委好像也不給他 卡得上不上下不下的 你也要按拉一下 上台前 直接過去 第一排的全部握手 也跟王金平握手 然後 最後到造勢了 他把旗子帶所有立委的時候 就算沒有Rehearsal 麥克風在他手上嘛 我們請立法院的大家 王院長 上來跟大家一起 你說王金平 這個太強迫了 那個美鳳姐 我想他還是軍 軍跟所有現場的 那你去 如果你怕王金平跑掉 跑去跟宋楚瑜和 或怎麼樣 你是不是那個場面 你把中文做給他 感謝他也好 沒有 你這場面 他也是軍隊 他也是軍隊 軍隊 他就在那邊 你看張家俊 李鴻軍 政務跟他沒有來沒辦法 王金平坐在那邊 他也跟你拍手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鴻秀路 昨天只要去跟王金平握手 昨天只要鴻秀路 跑去跟王金平握手 全部的盡頭就集中在這裡 就有所謂的團結的氣氛了 你自己鴻秀路不會坐 因為我不需要到這個選舉時候 才要抱在一起 我有一排握到底 然後我握到王金平握手 所有的攝影記者 跟你們的電視台運 就是拍那個鏡頭而已嘛 就等不到 等了三個小時都沒有 所以你是紅項座太蠢嘛 紅項座現在跑得中 手機超級 我感覺無靜地 可能是一種高蛋白質的人類 你知道嗎 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你還在那幾年 馬上叫到王金平 兩個小玩家是誰 前年 已經是前年的時候 前年九月 四年八年 才前年嗎 一三年九月 人家十五年雞頂兩年了 九月正真完以後 十月雙十 你戴冒我戴冒 兩個在那邊演 國民黨就這兩年 整個 死咪媽媽 整個倒得很慘 你會記得那個 王金平在紀錠 要回來在紀錠 演講的時候 想起來的旁邊 紅項座啊 有跟他收拾嗎 有 怎麼會怕那兩個變成這樣 政治是個金字塔 所以我能說 他們是高蛋白質的人類 就是權利嘛 咱們肝膽香皂 怕肝膽劇烈 對啊 明天肝膽又修復好了 對啊 他可以換肝 體學上的奇蹟 今天可以愛在心裡口難開 明天在 暗在心裡口難開 他們各自都有 上次我們怎麼說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剛才明天姐講那個 政治是個金字塔 你在下面譬如說像議員 我們五個聯合競選 大家都是好兄弟一起上 越往上越沒有辦法 你越往上就越進 他選立委員的時候 就要幹掉四個 你們要到行政院長 我也要到行政院長 總統要提名誰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會互同了 我跟你都很好 可是我的幕僚會去講說 他其實我講要怎樣 所以我說 今天這個政治人物 他的人格特質是真的 跟一般人都不一樣 沒有你說的那個 今天那兩個寫到這樣 他們可以喝酒 做回去 要怎麼怎麼樣 對不對 那 現在是這樣啦 以後也會再改變 你說的那個場合 其實就是王宏分裂的開始 因為他必須要站邊 對 因為他必須要站邊了 那從此之後 洪秀柱也都被黃金平認為 是站在馬英九的那一邊 他那天有站著 站著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去 那是情勢說必 我告訴你 你副院長如果不去 這個就是表面功夫 你副院長如果不去 你就表示我在家裡面 等著做院長嗎 我那天跟他站著 阿哥說 不是 跟他站著 不是 跟他站著 去跟他站著 阿哥說我跟他分裂 你要站洪秀柱是怎麼 但是 就像呂秀柱 那時候2008年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呂秀柱 要拱呂秀柱去接陳水扁嗎 對不對 那時候 王宏分裂 王宏分裂的時候 06年 對 呂秀柱更要貼 陳水扁近一點 因為大家都懷疑你要模仿 那如果我不 宣誓效忠一下 對啊 我如果不在旁邊 這個人馬上就來接我總統的位置 所以洪秀柱那天機場 是勢必要去的 他也報備過了啦 而且從那開始 這個院長跟副院長是 就已經 就這個新手 心口不一了啦 就是說 他們也知道 馬英九好像給副院長一個 所謂保密的手機嘛 保密的手機就是可以直通 跟馬總統的 然後 院長是也覺得 這個副院長在對面 或是在隔壁 是在看監視他在做什麼事 所以黨方 對 那時候每天兩個人 相機面後秀的心情是怎麼說 你再做就沒幾天啊 好 沒有啦 你好好做 我就要做議長啊 你就知道啊 又有人想說你要做議長啊 不是啊 美鳳姐政治判斷是對的 一般是這樣 可是我所 不是真會還是訊息 我的了解不是這樣 我現在很清楚地講 就是兩年前的 我所了解到的 兩年前馬英九真的是要王金平下來 而且他希望 9月6號開 記者會 9月8號馬英九開 這不是關說什麼是關說 然後9月11就直接拔 拔下來 那一天考驅被開除要送中選會 9月17號就是開議了 你要我時間都記得很清楚 他希望那一天坐上去主持議會的 就不是王金平了 他希望是這樣的 可是他太吃筋肉拔碗了 那個時候 副院長直接接的那個時候 馬英九是有跟洪秀柱講 跟洪秀柱他說他沒有辦法 我現在也跟他講 因為那天我也在機場 洪秀柱一上來 等一下我先補充一句 張宋文講說13個人要退黨 如果這13個人都是腳短 那一天大概去機場接 王金平也就大概這個數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張宋文 張家俊 張家俊 盧嘉誠 盧嘉誠 李鴻鈞 李姓華 林藝芳啊 林藝芳也去啦 這些喔 那天晚上有去的 所以大家會判斷的時候 然後洪秀柱是不得不去 這的確 因為如果我副院長不去會呢 可是事實上當時我的瞭解 我也跟他們本人有談過 他沒有那麼支持馬英九 那時候這樣對王金平 而洪秀柱 王金平的質變是在這兩個月 是他整個竄起以後 他一開始說他參選的時候 你去看 王金平還笑說我支持他啊 很好啊 因為他不覺得這是一個咖 他不覺得會影響到他 不會是競爭對手 到後來弄假成真之後 王金平感覺到 洪秀柱對他有威脅感 兩個人猜金字塔頂端有衝突 在兩年前的那一次 馬英九要他9月17就去接 而且你就給他坐上去 化學變化就開始化身 但那時候洪秀柱是不願意的 而且在機場 王金平一上車走了以後 洪秀柱是流眼淚的 當然他有解釋說 是因為他散光太多 他很困難 他覺得說他跟王金平處得很好 可是大老闆又要叫我 直接頂替他的位置了 當時兩年前的 洪秀柱和王金平是沒未來的 那你這次為什麼要去接那個位置 這次他就是弄假成真 他本來四月出來喊的時候 我覺得那不是弄假成真 如果說你只是拋磚引玉 我也講過很多遍 如果你拋磚引玉你應該講說 好 我只是拋磚引玉 如果有A咖 所有人包括吳敦儀 朱立倫 王金平任何一個人 出來領表登記 我就退 可是沒有人領啊 對 你要講這一句 人家才敢去領嘛 否則那你要造成黨內整個 要跟洪秀柱選嗎 那整個就上市對下市嗎 有些事情有同表 也有個表 對 不是 這件事啊 我們知道說如果磚拋出去 沒有引到玉 磚要怎麼辦 自己打破以後原來他就是玉 你要表明你自己的會退的磚 不是用磚打玉打到底 那王金平的未來呢 我自己看這幾天的這個變化 包括朱立倫講說 那個修那個相關的辦法 他原先我剛還跟那個偉翰在講 以前都講黨章 黨章 黨章 馬英九在的時候就講 修黨章 修黨章 結果大家覺得有可能的 那個可能的變化是在說 朱立倫是說不是修黨章 而是提名辦法 不分區立法委員的提名辦法 那這個是中常會就處理 不用搞到全代會 那他幹嘛丟一個這個呢 他也不是今天玩政治啊 那幹嘛丟一個這個hint 給大家在這裡面處理這樣一塊 那有人說他是在掉 王金平的這個胃口 在這裡面鋪成一個 好像沒有斷他的路 因為他先前講話是都說不可能 那個照制度走都不可能 那是在提這個要如何來選舉 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一路上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問他有沒有可能 再開一個門 讓王金平來去任 這個不分區的時候 那個時候講話 跟現在講話是不一樣的 必須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來看這個前後變化 那時候就照制度走 不可能不可能 可是最近這一個禮拜 就是這一個禮拜以來 大家問到朱立倫的時候 朱立倫丟出這個東西 所以讓大家看到那個可能性 那可能性就是 是不是可能再給王金平 這個不分區 然後我碰到中南部的這個 像縣市黨部的主委 他說其實王金平的作用 審計又非常大的一個影響力 他說中南部如果有王金平 至少三到三個百分點 那個票的穩住是三個百分點 對國民黨的穩住 是三個百分點的穩住 那往外去擴張 可能有四個百分點 那這個三到四個百分點 你要不要拿進來考量 這是國民黨自己要考量 哇 這很重要啊 選不選得上四八很重要 自己要來考量嗎 對總統不重要 對於國民黨的這一次 橋會西趴 對於國民黨這一次的選舉 他如果真的 因為那個也是長期在國民黨裡面 而且是南部的縣市黨部主委 他應該把這個情況往上反映 選擇題好不好 不分區區域立委 這個選黨主席退休四個是哪一個 黨主席跟退休 只有退休沒有黨主席啦 只有退休 沒有黨主席 只有退休沒有黨主席 除非給他不分區啦 那要出來選區 也不用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啦 沒有 116之前絕對是退休啦 我覺得116之後還有變數啦 黨主席的路不可能完全排除啦 我反而覺得王靜民不會去當部分區啦 不會啦 他去做一個陽春立委幹嘛 他不會做一定啊 因為國民黨過半的機率非常渺茫 而且你在這種時節 還去要一個部分區的立委 大家自己覺得你真的是難看 難看到一個極點 用盡所有的手段 對 因為你就是為了 你就印了所謂那些人講的 你就是要一席部分區 就只是想當部分區 我相信王院長的年齡跟他的歷練 他看很多事情一定是 有他的一個深刻 只是他現在沒有表達出來 諸羅善人上禮拜傳的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說得好 有些時候也不是人可以計較的 權力如果這麼能放得下就好了 今天老宋搞得今天還要再選 如果照你這樣講 不是嗎 早就不用照到今天 金蘭姐妳講得太好 老宋要選 那他是不是要個副手 我跟妳講 妳是瑞熊 我也是王金蘋 拉公沒有 拉公沒有回頭見 老宋要副手 太多大小 剛剛那個洪一哥講四對不對 有沒有想過有第五個選項 哪一個 拉公沒有回頭見 沒有 絕對沒有那一種 絕對沒有那一種 而且老宋要副手 好像是少了缺 一樣的完全沒有知名度 老宋 這是我的預言 我其實在節目上講過好幾次 這是馬英九的得票 跟鄭永金的票算進去 對 所以應該是五百 不會把他算再加一百左右 不到一百啦 因為其實柯文哲的票也有懶的啦 對 而且投票率不同 我認為柯文哲應該算七十萬票的率啦 就八十五當中的七十就對了 對啦 那加鄭永金差不多十萬票 八十萬票 所以這個加起來就是六百六十幾 其實大概接近這條線 那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交叉的非常嚴重 死亡交叉已經出現 老早出現 死亡交叉老早出現 就是說 我現在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國民黨會慢慢在台灣萎縮到消失 就是已經出現了 不是他死到第幾層 其實那個 上禮拜新台灣國策智庫 有做一個政黨支持度的民調 那他們非常認真 1992年做到2015年的資料 全部調出來 你去看那兩條曲線很清楚 從1992年到2015年 也就到去年 第一次交叉發生在公元2000年 民進黨因為當選 政黨輪替 所以超越了國民黨 然後可是很快的 到2004年連任那一次 雖然陳水扁連任 可是因為有兩顆子彈 又再度交叉 國民黨超越了民進黨 然後再來下一次交叉什麼時候 2013 馬英九連任的隔年 民進黨又超越了國民黨 到目前為止沒有再交叉了 而且那個開口會越來越大 因為我怎麼看呢 就是說以洪秀柱那種格局 那種發言 還有那種這個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大家亂看嗎 延貝民調是他最深藍 他是最深統 最統派 最深統 宋楚瑜是中統 那蔡英文是潛獨 中間偏獨 潛獨 這個是有數字的 蔡英文潛獨 然後宋楚瑜是中統 那他是深統 洪秀柱是深統 蔡英文最接近整體受訪者 打過藍綠的 他這樣都沒有想藍跟綠 蔡英文的通俗 是最接近整體受訪者的平均值 平均值是5.8 蔡英文是6.4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這個跑進一個陷阱 因為蔡英文這一次 完全不談這種東西 在兩岸他只談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中國就知道你不會給我惹麻煩 美國也覺得你不會給我惹麻煩 對不對 所以那兩國都OK啊OK啊 好啊這樣好 這個不會沒事了 不像阿彌人一陣 也不像李政婦搞所謂的 兩國論 一邊一國 那OK 他維持現狀 所以蔡英文有沒有發現 他在做什麼 政策 他說他們就不斷的長期做民調 說台灣人民現階段最關心的 第一個是食品安全 第二個是長照 第三個是托育 第四個是經濟 第五個是能源 好 這樣 就是都是民生問題 這樣 結果你現在 洪秀主要你做什麼 還在搞兩岸 洪秀主還在講那種 民粹民粹民粹一中同表 我說國民黨這樣真的 他就國民黨就倒了 說再見了 其實我覺得 我昨天又碰到那個誰 他就說他跟 我再插個話 蔡英文現在你創一個什麼 他說那個就是浪漫台三線 對 浪漫台三線就是 對台中跟土層所有的客家人都做連結 因為他得票最少就是桃中廟 對 他針對他的最弱點 把這邊的經濟 他要用經濟跟文化把它做連結 讓他覺得這裡也有政策 然後希望能夠讓你們包括認同 包括文化的推展 包括經濟上的發展 客家人覺得票會投他這樣 當然如果說他才要做 這個時候他選前選到這樣 接下來他要弄兩千個後援會 後援會在台灣 然後接下來是各縣市的競選總部 一直成立 每個月都有大新聞 洪秀柱的總幹事跟主任委員 主委在哪裡 還在找 連副手都沒有 連副手都還沒有 蔡英文也還沒副手嗎 沒有啦 關中說出來支持 其實 殷其名 對殷其名是要當總幹事 是主委 他有沒有打選戰的經驗 那個就很弱了 全部的團隊都是一樣 殷其名是很窮 一個連里長都沒選過的李四川 都可以當國民黨秘書長 負責全國立委操盤的 還需要什麼選戰的經驗 最近有一個 碰到一個人 他說有一群聲來跟他講說 你要叫我們怎麼樣支持洪秀柱 我們國民黨提名的 所謂縣市長的候選人頭裡頭 都一定也沒有他 台北市長有想過要提名 洪秀柱是台北市長嗎 沒有 他就是連做國民黨的縣市級的 首長的候選人 都沒有 被想過的都沒有 對啊都沒有想過嘛 那你突然可以跳到選總統 那所以你看出來 你又沒有人要出籃 對啊又不能怪他 不是 所以說 沒有 那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記得這個話 你格局就要去充實 你昨天的內容 為什麼這麼空洞 你知道什麼均富和平 開放道德 我會背 你看看 這個是教頭 就是 你為什麼會背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我們從小受教育的習慣聽到的語言 所以我們背起來沒有什麼障礙 因為他不拗口 因為這是我們以前唸過的 對啊 所以這是教條嘛 你怎麼會把教條拿出來當證件 鄭大哥剛剛講說 蔡英文其實我覺得真的是滿厲害的 因為以民調這樣一面倒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說他都在選 他都沒到 他很認真 他在選 我跟妳講 因為我長期在跑宮廟 我就很清楚 就比如說 今年台南 嘉義新港奉天宮要做一個大教 那個是很大的一個大教 OK 百年大教 然後呢 就是台語做教 這個嘉義人工就知道了 他說已經一直來問說 蔡英文 今年是12月的事情 已經來問他哪一天到 就是他底下的負責他的 各地組織的人會去處理 這組織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會安排好 因為他們預估馬英九也會到 可是馬英九會 他們就說都算好了 因為嘉義的那個剛好有是 南故宮 故宮南越 要開幕 對 也要開幕嘛 所以他們講說剛好是那段時間 所以他們就算好了是 馬英九會哪一天到 其實宮廟的接待主 也是很傷腦筋的 這個不能跟這個碰在一起 這個前腳走後腳這個要到 所以那都是高度 藝術 所以不要小看宮廟裡面的公關主 和主委們的智慧 然後你看那些人都來 我說 洪秀主這邊有的人會說 不會啦 那還要帶來啦 他也覺得說 他沒有跑這個的經驗 就不知道他要去南部怎麼跑 誰幫他做的安排 然後又去雲林 那個雲林那個安息府 就是張禮墨將軍王爺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廟 他們也是有要做一個 古香路繞進要到南昆森有沒有 人家蔡英文那邊也在問 他是哪一天到 你知道嗎 還有那個祭典 通通 就是說他那個不曉得是誰在幫他 所以他從天上走到地下了 過去大家覺得他比較天上 現在走到地下 他沒有 他沒有在天上 他非常的 down to the earth 這樣講 真的 我的了解 就是說 蔡英文現在開的會 並不是選舉的會 對 蔡英文現在召集的會 都是 這個我們現在要 如果一執政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要上手 他已經在為執政做準備了 對 因為他寄寫的教訓就是2000年阿扁 老實講阿扁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當 對 不小心 匆忙 匆忙當時 對 下39%的選票 他說抓啦 抓到要怎麼抓 找不到 要怎麼抓對不對 就人趕快找啊 是不是要怎麼抓 沒有就贏就贏 沒有你是要怎麼抓 那是2004年 人趕快找啊 因為那麼多人 幾千個位置 再來事情也不曉得 還有交接啊 再來是以前的政策怎麼延續 我們新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所謂自己的智庫嘛 沒有團隊 沒有團隊嘛 那蔡英文就說 當時民進黨其實有很多次敗在這裡 這樣 那現在他就要記起這個教訓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他們自己的民調 每一次民調大概都會贏了20%以上 所以無縫接軌他一上手 他就可以直接執政 政大哥我剛才的補充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他這邊也要開花 不過基層的那種感情的盤暖 跟參加他也都沒有勞工 他說每個立委 他至少要走五次 對啊 他希望過半嘛 對啊 他希望過半 他現在花最多的時間 是在幫立委輔選 阿張 你跑公廟也是幫立委輔選 因為立委他會跟著去啊 沒有你一個 我們因為很簡單的數學在算 全台灣2000個後援會 台灣才多少鄉鎮市 320幾嘛 所以你要2000個後援會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一個鄉鎮市 就是要有六個後援會 他分不同的領域啦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陳永章啦 那思宜是 我覺得那思宜是真的不錯喔 介紹的國民黨的全代會啊 那個感情悲憤到那樣子有沒有 社群界啊 對啊 他台語的身體不好 不過太悲憤啦 太悲憤啦 太悲憤就是 那種長民喔 感覺已經是那個 說再見的長民了 我對不起 我這樣講是我們真實的感受 因為不必要 應該可以抗憐這樣 可是 我們給他一個 少年那個包廂 就是那種可恐怖的感覺 你知道嗎 其實是可以開心一點的 他的習慣是這樣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介紹很多高雄的那個 立委候選人 我覺得很認真的看喔 那一段我很認真的看 不熟啦 我只認識一個鄰國鎮 其他都那個啊 可能我們沒有在高雄 還有一個黃昭順啦 我們不是高雄黃昭順啦 這個是議員的女兒啦 對 還有中少爺 中少爺的兒子 兒子啦 那名字什麼名字 姓鍾啦 叫不出來 廢話 中少爺兒子姓鍾 他就是都心面孔啦 其實讓人會覺得說 不容易啊 你也找到那麼多人願意出來 這兩個人還是王靖兵的人 喬出來 所以王靖兵有下去幫忙 喬這個立委候選人 其實台南擺不齊 那天我碰謝龍介 謝龍介搞不好自己要下來選 謝龍介那個 台南現在沒有人啊 可是朱立倫接受雜誌專訪的 他說髒話以來可能只有王靖兵 好 馬英九說 他說的話我們還要再討論嗎 不用浪費事情 他是總統耶 不要浪費 我倒問一下啦 宋主義會不會選 會 我覺得會啊 會不會選 拉公沒有回頭見 就是會選 拉公沒有回頭見 就是會選 會不會選 我覺得他做好參選的萬全準備 但是還沒有準備決定 還沒有決定 要參選 會不會選 唉唷 百分百會 4票有3.5票耶 那個晃哥也覺得他準備 只是說不一定 他做好萬全的準備 原因很簡單啊 就是這一次親民黨 他們是玩真的 選總統要贏 我相信難度太高 因為你說他贏蔡英文嗎 就算把洪秀柱全部棄保掉 就我們現在出來 你看那個昨天民調 2121 就算最後大家發現說 洪秀柱原來沒辦法贏 而且還輸很多 那我要棄保 我把洪秀柱完全棄保掉 然後80% 本來要投給洪秀柱 全部投給都轉給蔡英文 還是輸啊 還是不會贏蔡英文啊 但是問題是這個總統候選人 才有辦法拉抬整個氣勢 這一次他們的區域立委 要提超過實習嘛 而且要有政黨票嘛 那希望能夠在極可能 最後混戰之後 然後割喉戰之後 藍綠都不過半的 立法院要扮演關鍵的少數嘛 我給你看 什麼時候雜誌可以連兩期 用他這個人頭來賣封面故事 什麼時候連兩期啊 大概是好賣 蛤 是不是可以賣 他才要做什麼 一定是好賣才要連續兩期 那什麼時候他可以有這麼好的可賣 那既然我提供一個 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參選啊 但是跟我們來看他的行程 去觀察嘛 不參選有不參選的行程嘛 中南部一直跑不是咩 昨天他在高雄 有10座的台商宴請他 對啊 他要選他的動作 他現在的動作比 你紅秀柱還勤勞 真的 比紅秀柱 紅秀柱光那天去高雄那個夜市啊 行程避來避去 就被自己身籃的那個人罵死了 這個 其實紅秀柱是觀眾的弟子 大家都不知道 女弟子 我知道啊 雙十元 對 有一些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是 他入國民黨的這個派門 是在觀眾的門派之下的 而觀眾是宋楚瑜 這一輩子不會化開的心結 既然你是符卷紅秀柱 我給你拚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情緒也是一口氣 對 所以沒有 很多觀眾不知道嘛 他們要講說 這有種種的因素 你參進來 那剛剛我們在講明日的講說 蔡英文都在安排要去走宮廟 宋楚瑜都已經跑去台灣 對啊 這兩個人的等級跟紅秀柱 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選過總統 全台灣已經各鄉鎮 走過那麼多次 紅秀柱他沒有 他光是剛剛那個行程 其實那個行程很簡單 就他辦公室主任說 前一天晚上高雄市黨部 把他弄出去 宋楚瑜跟紅秀柱兩個選 誰票會比較多 送 送在周老二 周老二 我覺得 要看最後誰的名量比較高 誰 我覺得未必 送未必 一併百分之百一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天真 跟他有同學講說 我跟妳講喔 小寶小寶跟妳講 結果我爸爸媽媽半夜的時候 哇 好吵喔 他幫我做弟弟跟妹妹 結果旁邊很多朋友 今晚11點 請收看 新聞 娃娃娃娃